你别说今天的这个年轻人啊 他这个人性上有种百花齐放 所以我就觉得聊天为什么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为什么我老说这个聊天节目 我不等同于人家那个讨论节目 讨论节目人家讨论的是一些真实的东西 我觉得聊天节目它很有意思 它就印证了《红楼梦》里说的 假作真实真意假 无为有助有还无 你看今天社会的很多问题 实质上是语言问题 有没有佛系 年轻人是不是都变得不思进取 根本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呢有人弄出这么一个词来 咱也不妨啊 这个借假修真 就说说这个佛系 文道你看你对佛学了解很多 你对现在流行的这个佛系 你作为文清导师你有何教会 有文清导师 但我觉得挺好 就我见过 我不知道其实坦白要 我不太清楚佛系是什么 就像你刚才讲一样 我觉得多半都是 现在的媒体或自媒体 他们是需要故事的 需要每个礼拜有新话题 需要说法的 要不然这东西怎么样过十万家呢 所以就不断出新说法 一起炒作出来的 但是假如他们说的是真的 就真的今天假如真有一批 这么一些年轻人 比如说走路不着急 所以乃至于人家跟他真路走的时候 他随便可以让路 又或者说是遇到什么事 他都表现出一种君子也不争的 那么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这不挺好吗 这挺好 这恰恰是我觉得中国今天很需要 因为我觉得中国过去 二三十年直到今天都给人感觉 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说中国太浮躁 今天最有趣的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遇到一些 其实很浮躁的人 都要跟你抱怨 看他这个社会啊 太浮躁了 现在几点了都这样 是吗 就如果最浮躁的人都觉得今天太浮躁的话 那么来点佛系不挺好 没有 我觉得一般所说的佛系 不仅是说 走路不焦急 还要跟你谦虚抱歉 当然他会认定佛教 作为一种信仰也好 一种哲学也好 是他去学习 甚至去practice 怎么讲呢 实践的东西 我觉得你还是把它认真了 我觉得这个跟佛教的信仰和兴趣 关系不大 更多的我看啊 这个他们喜欢用这个词啊 是标榜一种生活态度 比方说什么生活态度呢 好比说在北京叫低市叫车 这个胡同 这车在胡同门口了 他就说 既然你啊 这个进来比较麻烦 那好 那我就走出去 他反映了一种呢 就是无可无不可的 这样的一种态度 就说什么事啊 别太较劲 你不说 就今天大陆啊 就连香港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 现在香港很多年轻人 也让我常常觉得很有趣啊 比如说我在商店买个东西 那那个 我买东西还不是便宜的一个 我买个耳机啊 不是很便宜的 还花不少钱 但那个卖东西 给我那个电源呢 他就站在一边 我问这哪一款好 我以为他会比我专业 他说 都好啊 然后跟着我 然后跟着我在研究的时候 回头一看 他在玩手机 我说小姐 嗯 小姐 哎 怎么了 就这种 他有点像纤细了 对 都是这种的 然后呢 有时候你去跟人演讲上课 或者什么 你会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就是 总是有点茫然的那种状态 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要说 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要表达 你以前我们要是不喜欢上课 他就翘课嘛 就逃嘛 他也不逃 他就来 他逆来顺受 嗯 就这么双眼就是涣散的目光 我觉得他说的比较符合我的这个理解 嗯 那他呢 徐老师 你觉得你的学生里头是什么听课状态 他讲这个现象有 我觉得香港台湾的青年呢 比较符合你们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社会竞争的欲啊 在在降低 嗯 这个降低的大背景是因为没法竞争 嗯 社会的环境的这个秩序啊 固化 买不起房子 不可能我 我再多快几步也买不起房子 拿不到好成绩 我改变不了命运 那就随缘吧 我觉得香港台湾的青年人这种状况会比较多 你给分数 以前分数一个A减个B加哈 他给你争的面红耳赤来来上述来投诉 现在有时候他们觉得 就这样 就是说 有正面有负面 不过那地我觉得好像还没到这样一个 我觉得要 我觉得要开始了 为什么 也会开始 也会开始很明显 你比如说 因为我们刚刚讲 如果说我们现在其实佛系这个词啊 很难归类出一个很调理清晰的 说大概包含哪几点 我们现在大家只是模模糊糊的 好像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假设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说他为什么出现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社会上面 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之所以觉得没有竞争的动力 或者所谓的传统 我们所讲那种力争上游 要改变自己的欲望 主要是因为 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了 他改变不了自己 改变不了自己未来的轨迹 他去争什么呢 假如那个争的那个窗口就那么窄的话 你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遍地是黄金 遍地有机会 然后到了前几年也许还有 当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会幻想 我会不会是下一个马云 但是问题 对也有马戏的 其实我看到身边年轻人很 这个叫马家姓 你这个是大中国大姓 戏出马门 马云 马化腾 马家辉 马卫都 马戏 马戏 我还是觉得说 刚说的那种年轻人的现象 他们很喜欢在生活态度上面 引用佛家的那种经句 因果什么事都是一种修行 什么随缘 不要太执着 无常 甚至一些禅的公案 不是风在动 不是旗在动 是心在动 用这个有时候认真 有时候调侃 生活上面所遭遇的 挫败也好 什么都好 这都是空了 虚名了 这是因果 因缘 有那种倾向的 不管认真还是游戏的 年轻人一般就说佛系 他要用那种佛教的语言 来玩 来戏弄 那种叫佛系 当然除了说因为现实社会 你再怎么争都争不到 或者说很挫败 看不到出路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什么 他们都是玩网络游戏大的一个世代 是什么呢 我碰过蛮多年轻人 我跟他们讲大道理 你分数要做好 房子要买 这个要买 讲到最后 讲到我积极都快哭了 他看见我说 So what 然后他们说 最大的满足感成就感在哪里 就是游戏里面 游戏里面 那个对他来说这是真的 这个真的东西看不过 就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 在里面获得真实的快乐 你可以说是因为看不过 你可以说是因为现实看不过 跳进去 也可以说因为他们别忘记 从三岁 爸妈就丢了手机 别吵别吵 妈妈也在玩手机 玩手机 他们是这样长大 其实呢 现在就是说 比如说大陆青年 说开始说有些佛系了 有些什么了 其实呢 你要相比而言 比如说在台湾 台湾的父母亲呢 现在经常召集的是 觉得你看人家大陆的孩子 野心勃勃 痛 我现在发现呢 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日本社会 就很多 他们的中老年人呢 忧心忡忡的 就是说 这个孩子没欲望 没有干净 对 这个孩子没有欲望 日本最明显的 你跑去看 这个年轻一代 就没有野心 你知道我最近 我最近粉一个 北野舞 大导演 日本的大导演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说的有些 说的话特别生猛 说真话 他就对他儿子很失望 他说我这个儿子 他说我挣了钱 要买跑车 我至少有三辆跑车 我有这个欲望 他说我儿子 跑车看都不看一眼 他说我儿子就去排队 他说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排队 他排队干什么呢 排队吃日本拉面 那就是他儿子的满足 他说跟着一大只 小确幸 跟他一人排队吃拉面 北京现在街头的排队 是抓娃娃 对 我看到人抓娃娃排队 然后你看他的观点是 穷到没饭吃的年代 才是真正有机会 一飞冲天的年代 他就讲 他说这个 就现在的日本 物产丰饶 社会组织固若金汤 在这种时候 别想当什么知田信长 或者风尘秀吉 他就说啊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 现代的父母也差不多 都感叹年轻人 没有远大的梦想 但实际上不是没有梦想 是看不到梦想 我年轻的时候 总想开保时捷 当时我爸妈那辈 连辆破车 破旧车都很难买到手 所以呢 我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但是呢 我还有这个梦 你发现没有 就小时候什么都没有的 包括像我们 我就觉得我欲望很贪啊 我就觉得很贪婪啊 包括贪婪知识都贪婪 你小时候什么欲望 等一下来交代一下 什么都有 对女老师的 你看 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中老年人 对日本年年年年年年人 因为他们非常了解 社会已经僵化 自己根本不可能翻身 这件事情没有好坏 纯粹是现代年轻人 固步自封 认为那个豪华的世界 跟自己无缘 甚至根本不存在 大家不一定是要当宅男宅女 但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不想去看其他人的世界 所以有鉴于此呢 北野武老人 最近要拍了一个广告 我觉得反映日本老一辈的人 对年轻人的这种激励 就是说你怎么能不想挣钱呢 你怎么没有欲望呢 你怎么不会好好干呢 你可以看一段 这北野武拍的广告 所以你知道我看这个 我真是很有感触 还真是佛讲的 这个法无定法 我就觉得日本的情况 其实跟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 还不一样 就是咱们我们小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都认为 应该教育人啊 不要那么野心勃勃 对吧 应该节制 应该适可而止 在某些方面 在生活方面 但是你看到了另一个社会状况下 他现在要挑动 说你怎么没有物质欲望啊 这样这社会经济怎么刺激啊 消费怎么刺激啊 有一个组织叫百人团 他已经多年了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做民意调查 最近一次呢 他们这个负责的人 还拉我一起去 到那个亚洲协会 金钟那个亚洲协会 讲这个调查的结果 其他详细不讲 有一条数据 我印象最深 他问中国的年轻人 跟美国的年轻人 很大数量的 你的人生目标 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在美国呢 百分之四十几 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 说是有一个happy family 就是我有个幸福的家庭 其他的事业成功啊 什么赚钱啊 什么什么 都是很低 都是低于百分之二十的 那一条是最高的 中国呢 也是那一条是最高的 happy family 但是紧接着就有一条 比方happy family是百分之四十八 紧接着有百分之四十五个人 要rich and famous 有钱有名 这个一个美国人呢 他就解释不了了 他说一个社会 rich跟famous 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达到 一个社会一半的人 想要有名跟有钱 那个他们 当然这个翻译上 有文化误差了 他的这个rich 在我们中文来觉得 我们就是发财 而发财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在美国人的概念 这个rich是 是很有钱 很有钱的一个概念 但是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这是值得忧虑的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 一个社会 如果过半的 一半的年轻人都在想 都叫马云啊 都要这个黄红啊 张子怡啊 范冰冰啊这样 那这个社会是要崩溃的 在社会学的角度 我是搞社会学的 我有发言 可是让他先讲完 但是我后面一句没讲完 但是作为个人的一种激励来讲 你刚才北约五正式号召这样的 就号召啊 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今天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 很多人就把它列作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的这个弱势群体啊 不甘于弱势 都想着要要要奋发 上下嘛 奋发上下 这个是过去三十年成功的一个原因 你批判 我不是批判 我觉得说因为 子东你刚刚也说的对 每个人对于什么叫rich 而且有钱 对定义不一样 定义不一样 假如真的从社会的比较的角度来看 我会这样看的 假如那个调查是可靠的话 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发财 发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是比较 他们想发了财之后要做什么 而是假如你发不了财 所遭受的待遇是什么 我举例 比方说在美国 假如你不能说名城立宗 我要你当个小康基家 或说季晓有个房子 我们看美国电影也看到 好像是说 我经常看到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就很嫉妒 不是那电影 明明讲的人都很穷吗 怎么住的地方比我大 都有个小花园 厨房都这么大 至少是80平米 我家还住50平米 在香港不发财 是住不到这样的房子的 然后呢 当假如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比方说香港 当你作为一个没有钱 甚至穷的人 或者说 不要说穷了 一个普通人 你所遭受的委屈 是无比的委屈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千方百计要赚钱 不然的话我太惨了 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解读 就是说在一些社会里边 成功是特例 不成功是常态 而这个常态 大家是可以接受 而在中国的 至少一定的阶段 一定的范围内 必须成功 不成功你就非常惨 所以这个才压成了 现在佛系变成一个奇特现象 我觉得 本来是一个常态 我觉得现在是两种情况都具备 不高端就低端 所以不高端就低端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底下 你要力争上游 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可是问题是呢 现在又有 刚才讲那个佛系之所以出现 是不是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从小受的这个社会环境教育 都是讲 你要往上爬 你要竞争 但是当他有一天 他发现到 你以为你想上爬 你付出再大的努力 你就能成就吗 我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也许只能够往上爬半个台阶 那何苦呢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个情况当然跟日本完全不一样 但日本那个情况 我觉得是很值得 我们接下来 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 开始忧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那个情况很特别 日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经济发展之后 泡沫爆了 你都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 就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我们这个岁数 我们年轻人是想到日本 那是什么概念 那多富裕的地方 跑到那里 什么都买不起的 对 你这都多贵啊 住个房子 吃顿饭 你现在再去日本看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日本的年轻人 那个变化是怎么样 就你今天 我认识一些日本很年轻的朋友 跟他们聊天 我发现他们那个生活方式 跟我们以前所知道的日本 完全是两码事 首先第一 每个人的包里头 有的女孩子 那个钱包比较大 是钱包 男孩子背个包 包里面打开来 有个夹子 你知道放满什么吗 放满的是在街上 不是有人发传单 我这个拉面店新开张 你什么时候来打八五折 然后那个报纸杂志 Coupon 收集一堆 北野五就贵 但是我跟你讲 他真的收集一堆 因为对季代年轻人来讲 日本的所谓的经济发达 是个传说 他们从来没见过 他们出生的时候 日本就已经是这个样 然后他们的薪水不会涨 他们也知道自己赚不了很多钱 所以能省就省 整代日本年轻人是极端节省 乃至于大家收集一堆Coupon 然后一天 我真的见过那年轻人 约见面吃饭 我跟他们聊 今天上哪 然后大家拿个本出来 今天这家便宜 不不不 我这家四个人 你看四个人刚好 四个人打七折 是这么 你很难想象 有些上课的时候 一个教授还专门举了一个例子 第一次dating 男女第一次见面 那个男的就拿出一叠Coupon 说去哪一家 很好啊 我闻到讲的那个说法 我也听过 可是我心中真的经常保留一个问号 有个保留的 因为说对 我们当然会看到 你看别人都不努力就赚到钱 我努力有什么用呢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会让他退回去 干脆追求小确信佛系 可能有部分人有 那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应该高兴的 别忘记 那表示我们过去三十年 全世界好多人的努力 有效果了 别忘记New Age 六零年代之后一一波一波下来 环保各种的动物权益价值观 追求生活里面的人跟私人的结合 你别说什么Steve Jobs 去世前对不对 大家很感动的是说 他很后悔 很后悔这辈子 没花多一点时间给家人 没花一点时间做他真的想做的事 总是赚钱工作再工作 那这些种种的意识形态的冲击 产生的作用不是很好吗 年轻人很好 我们非常高兴 我完全同意 但是不矛盾 你说的这个让我联想到 就某些佛系的这种说法 其实反映的是价值观的迷茫 说实在的就是 你比如说刚才就像 你说到日本 我就是说 北野武他就会觉得 就是说 今天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 他不是说没出息吗 他没出息 他就是说 你们说是找不到工作 他的看法就跟你不一样 他说不是找不到工作 是你找不到那个离家近 挣钱多又不费事的工作 你不爱去做 他说 因为在北野武那种战后年代生长的 我发现他的心里有个底色 就是人生是残酷的 人生是残酷的 二战之后的这个日本的炸成一片废墟 他说 每个人每天都准备去死啊 当然要饿肚子 那么他就在那种情况下 因此他就说 说现在不是说日本什么产粮少了 粮食供给不足啊 他说那你真是是是饿肚子 是吃不上食物吗 为什么不到村里当农民呢 自己种的自己吃 粮食不也就生产上来了 你看就是在他的这种人生观 价值观看来 人想活着 那是一种动物的这种本能 然后之后呢 你又往前进取 但是我现在说的 就说今天的年轻人啊 其实已经不是像北野武童年 那个年代 就所谓啊 活着都活不下去 饿就饿死 他不是那种状况 他相反啊 他是另一种状况 你看那天我听一个 河南来的一个中医啊 那就是讲 他就讲他女儿 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 什么佛系啊 道系啊 或者今天年轻人 给自己找出种种自我消解的 这些说法啊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心里很难过 你知道吗 我觉得孩子们累了 真的 他就讲 他在他说 你知道河南大学 分很高的 他说我那个女儿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我的天哪 我也是参加高考 我可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他说学校吃饭 只给半个小时 午饭 晚饭 晚饭只能半个小时 啪啪几口 啪完半小时之后 就得回到教室 然后这到几点呢 到十一点 嗯 你没早四点 孩子 他是读什么 读中学 高中啊 要考大学 要考大学 但是他说你也没办法 那高考到现在也是唯一的 你要说他不公平 没有什么比他更公平的 那你怎么办 其他都是更不公平 对 就说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啊 太累了 你看 然后这个老中医又讲 他说那高考考上大学 又怎么样了 考上大学毕业了 现在他说 那个时候 你们上大学毕业就意味着有工作了 现在上了大学毕业 也不一定有工作呀 嗯 那不就 还是在这种背景下 你要知道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 我就觉得 好像生命力都 其实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全世界都是 那美国不是更严重 对 美国的贫富差距 对 过去十几年没怎么改变过 而且还在逐渐拉大 嗯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年轻人觉得 那我还争什么呢 我要花多大的力气 才能去争到一个什么名成立就的机会 于是他自然会疲倦 你会累 但现在呢 正好过去几十年的价值观又告诉我们 这种疲倦 是有理由支持的 就过去 你上一代北野武会骂你不像话 说你是你们这么累 我们当年不是比你还累 但是现在比如说二十年前不是开始讲 不要只讲GDP 还讲快乐指数吗 那大家不都羡慕不丹吗 你看那些不丹的和尚们多好 也不收也不重 也不吃 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 人家一样活得很快乐 那为什么不能那样子呢 那什么叫快乐呢 我拼那么累 我是为了什么呢 那什么叫做幸福的生活 好生活呢 我们正好过去二十年 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来支持你 今天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是北野武那代人看不上的 那种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去争了 我也不去抢了 我现在能够让我今天生活下去 而且我活得 我觉得我自在舒服 那就够了 这有不对的地方吗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不对 而且我们还要给一些肯定 给一小群人干嘛呢 因为这些人要这样选择 我不争 我不去夺 我要过一个好舒服的日子 总要有些条件嘛 对不对 有些条件 那另外社会有一小群人呢 是很努力 想创造一个环境 让所有人可以想不争就不争 对 你想钓鱼就钓鱼 想种田 种田工作工作 一直以来像欧洲 西欧 一直以来这个运动没有断 他们争取叫BIG 是Basic Income Grants 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 就是说整个社会 所谓福利国家嘛 一定要保证你每一个国民 每个月你不工作 也有基本收入 像德国的房价 所以他不会升的 他就是保证人民居住 还不只要是政府发薪 对 发薪给你 让你可以真的做 什么都可以 你选择增嘛 好啊 你去竞争啊 做节目 做车 做买卖 好 我选择去收集 生活上面的小缺幸 小幸福 我可以去做 这Basic Income Grants 基本生活 那个收入 基本收入保障 那有一群人在这个奋斗 这个一直没有死掉 所以就保证 不仅是一种诈值观 而且是保证这种诈值观 能够有机会做出来 有个制度的支撑 这个就是完全两种 不同的一个社会图景了 这是真的互相矛盾的 嘉惠刚才讲的 这个好像很理想 就是少数的人 争 修其自贫 自国平天下 但目标是为了 大部分的人可以不争 可以不那么 而中国呢 确实 就是让大部分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 都要有一个儒家的 就是修其自贫 这个就每个人都得努力 儒系的